現代女性愛美保養通常著重於臉和身體 但我們卻常常忽略了頭皮和頭髮的保養 頭皮健康才能擁有亮麗健康的秀髮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Safone直系髮肌系列 三個步驟就能完成頭髮頭皮的護理 打造健康且具光澤的秀髮 很多女生都很重視頭髮的保養 但其實頭皮也相當的重要 維持頭皮健康才能讓秀髮更蓬鬆更健康 Safone頭皮磨砂膏裡有死亥鹽顆粒 也就是所謂的死亥礦物鹽 能夠在按摩的同時幫助代謝老肺角質 並且鬆動及溶解毛孔中的固態油脂 改善因油脂堆積而造成的頭皮問題 像是細菌產生的頭油味或者是痘痘 因為毛孔阻塞而造成的路髮狀況 都可以加以改善 除此之外它還包含了豐富的微量元素 及天然植物油配方 能幫助頭皮促進循環 鎖水補水維持頭皮健康狀態 硬化頭皮同時你會發現 好像用了蓬蓬水一樣的蓬鬆 裡面還含有薄荷醇的成分 能放鬆緊繃的頭皮 讓頭皮像在呼吸一樣的舒爽舒適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先將頭髮打濕 切蛙一勺在手心上 然後輕輕的搓揉 感受死海鹽顆粒隨著手指的溫度微微融化 但不需要等它完全融化 就可以進行抹在頭皮上的動作 將磨砂膏沿著中間分線 均勻的塗抹在頭皮上 雙手像梳子一樣 從前面慢慢的往後梳 用指腹輕輕的在頭皮上按摩 微涼的薄荷醇會讓你感覺頭皮很舒服很舒適 像頭皮在呼吸一樣 淨化頭皮建議一週一到兩次 你會發現頭皮有大大的改善喔 用完之後呢再靜置兩分鐘就可以直接清洗囉 像這種簡單在家輕鬆做的保養 是不是很方便呢 淨化頭皮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洗髮的步驟囉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Sabon的經典洗髮乳 它裡面含有四種臉部專用的 氨基酸系介面活性劑 PH5.5能溫和潔淨頭皮肌膚 像照顧臉一樣照顧頭皮喔 而且含多種植物油成分 能在洗頭的時候滋養頭皮柔順髮絲 是所有髮質都適合的洗髮乳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另一款的Sabon溫和淨化洗髮乳 這款是專為瘦唇髮質所量身打造的 採用非離子介面活性劑 無泡沫配方質地細緻 能在洗頭髮同時不讓頭髮受到傷害 這款也含多種植物油配方 與維他命B5 可以給予頭髮保濕抗靜電作用 大大減少頭髮的負擔 那接下來我要開始試用 Sabon經典洗髮乳 將頭髮打濕後擠出適量洗髮乳於手心上 加水搓揉後 就可以直接塗抹在頭髮上 洗髮呢一般建議洗兩次 尤其是外出流汗或是使用造型品的時候 然後抹在頭皮跟頭髮上 輕輕地按摩 裡面還有溫殼的潔淨配方 所以你會覺得泡沫感沒有這麼的強烈 用溫殼的方式清潔不同的髮肌 按摩完之後呢就可以用水 慢慢地沖洗掉囉 三合一髮膜主要的成分是乳油木果油 很多女生都知道它的保濕成分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呢它有三種植物油的成分 能深度滋養頭髮 這瓶髮膜有多種用法 一瓶底多瓶 接下來我要來一一介紹 用法一 簡單用手挖一勺約使緣硬幣的大小 雙手戳柔與手掌劃開 避開頭皮及髮根 以梳髮的方式塗抹在頭髮上 確認每根髮絲都充分的受到滋養後 以清水沖洗 可天天使用作為順效潤髮使用喔 用法二 三分鐘護髮 洗潤髮後取適量塗抹髮尾三分之一處 並帶至頭髮中段部位 近待三分鐘就可以進行沖洗囉 建議每週一次三分鐘護髮 方便快速修護髮絲 用法三 生成護髮 洗潤髮後適量塗抹在絲髮上 依照三分鐘護髮塗抹方式 以熱毛巾包覆約15到20分鐘 再以水沖洗 如果你是受損髮質的話 建議一週做一次 一至20分鐘 這樣子亮麗柔順的髮絲就回來囉 用髮絲 免沖洗晚安髮膜 加強修護 可以再取微量塗抹在乾髮的髮尾上 用乾毛巾包覆後至隔日 作為免沖洗晚安髮膜使用 完成之後可以使用護髮精華 加強修復 它裡面富含了天然植物油成分 可以補瓶毛燥 這樣頭髮同時具有微造型的功能 一瓶就能搞定保養及造型的問題 使用方法很簡單 取五元硬幣大小的使用量 輕輕的搓開 塗抹在頭髮的中段及髮尾的部分 不需沖洗 任何髮質都適用 如果你想要擁有一頭亮麗秀髮的女孩 這瓶絕對不要錯過喔